是彼得 天堂的门 是彼得 好 我们来祷告 主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一起在星期天崇拜 一起分享生命 吃饭 也一起来谈 这些古人的故事 帮助我们真的从中学智慧 直到这的确里头 你在历史中的带领 给我们现在的人仍然有启发 师父 我们下午的时间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了 回来看路德 上次看完路德的故事 贝雷批 然后跑去修道院 然后修道院后 他就慢慢的悟道了这个 也不是悟道 他读经读道的 当然这一开始是恐惧 他一开始便有很清楚的这样教导 然后越来越清楚 因为毕竟你突然发现 是教会里面 好像不是很多人在谈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会有一种孤独感 恐惧感 但慢慢的他发现 其实是一个 教会里面古老的教导 他就很勇敢的 最后我们看到他在 Dead of Worms 那次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就很坚定地表达 他不能违背他的良心 因为违背良心是危险的 我们继续看 在这个整个严经过程里面 最困扰的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 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上次我们也稍微提到了 神的公义显明出来 只会使人在神完全的圣洁中 看见自己的卑微不配 又怎么可说是在福音的好消息呢 这其实就是我上次所说 罗马书最难的地方 就在这里 神的公义应该是让人觉得不配 觉得我不行 结果没想到却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我也说过福音是饶恕 这个公义是律法 律法跟饶恕是相反的 律法的正当结果是惩罚 不是饶恕 有饶恕就是违背律法 对吧 你怎么可能跟警察伯伯说 我超速了 但是你饶我吧 那就是代表他不要律法 就是这个简单的意思 你就是跟警察说 律法不一干应用在我身上 所以律法跟福音 律法跟饶恕是永远是相对 但却在这个整个福音上面 却显出来是 神的义跟我们的得救 是合在一起的 这就是十字架上的最难的 了解的这个本质 所以路德也看到了 任何仔细研究罗马书的人 都必须看见这个问题 而要处理这个问题 他是水火不容的两个观念 他却偏偏在十字架上面 被合在一起 这是油跟水 它两个不可能混合在一起 律法就是要损罚你 饶恕就是要违背律法 所以就在十字架上 合在一起 神的公义的彰显 又如何带出与神和好的结果 对吧 什么福音 什么神的役显出来 你怎么与神和好 只有被神judge 跟审判 让神的意来到的时候 你就是只有被审判 经过几年 在这些问题上痛苦的挣扎 他真的在这过程中是几年 终于在诗篇三十一篇的一句话里面 凭你的公义大救 诗篇三十一篇是很美的一篇经文 所有被罪困扰的人 都在诗篇三十一篇可以得到解脱 三十一篇看一下这些 耶华我投靠你 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凭你的公义大救我 公义应该是审判你 惩罚我 可是这个却是因为他的公义而大救我 这个公义大救我 后来在约翰一书也再谈过一次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说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信实的是公义的 公义的 他不是只是怜悯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这个赦罪呢 在摩西律法里面就说过 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主 无为无罪 那你要怎么赦罪 怎么赦罪都是不公平 所以一定要罚他的儿子 一定要人受惩罚 Somebody has to pay OK 你那个罚单 你跟警察伯伯再怎么求 Somebody has to pay the ticket Somebody has to pay 除非警察说算了 我帮你付 What 这警察替你付付罚单 什么情况对吧 但是上帝的爱就是这样 你就是该死的 OK 我儿子替你付 所以这个 因他的公义而得拯救的 这个观念是 路德的 真的是 我觉得他在神学 或者他挖到保博神学 最 整本圣经神学 最深厚的地方就在这里 其实圣经神学 最难的地方 就在这个隐形成义 它是令人费解的东西 It doesn't make sense的东西 它是 就像我早上讲的 饶恕是 不聪明 Unnatural It doesn't make sense 我为什么要饶恕你 我凭什么饶恕你 你赔 该还的就还 该赔的就赔 什么为什么要饶恕你 Why 那上帝为什么要饶恕你 所以这是 他的公义得到满足了 他的儿子死了 才能饶恕我们 所以 这个是圣经里面真的 很多人慢慢就忘掉这个 觉得我犯了罪 那就我自己去赎我的罪 就有一个词叫做 self redemption I'll redeem myself 对吧 我以前干了坏事 现在我要多做好事来补偿 以前我在这个社区里面 危害乡民 现在我要多做好事 照桥铺路 周楚出伤害 我要从今开始 照桥铺路 办学校 办孤儿院 办老人院 办什么 来弥补我过去 在这个社会上造成的伤害 这叫做self redemption 你做好事来补偿 那在天主教 慢慢地教导里面 也变成就是这个而已 多做点好事 但路德说的是 这个 耶稣的死 完成了这个公义的赎价 他付了这个钱 使你不用再付 所以这就会给人一种 那天主教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 非常反感 他在council of trend council of trend 之后路德改教闹大的时候 大概在153几年的时候 153几年 这十几二十年后 天主教开了个大会 trent 就说路德的这个音信称义 是危险的 是引人入地狱的 因为你竟然敢说 你不用付 赎价 你竟然 你现在教导的是 人犯罪 只要有儿子耶稣 生的儿子耶稣 替你死 你就可以得赎罪 那你就会继续犯罪 这个是天主教的 council of trend 最大的一个 对路德神学的质疑 你正在教导人 在恩典上堕落 可是保罗在罗马书 第六章就有了 所以就是 这就是我 早上也稍微提到 上帝会考验你的信心 不是 因信称义 不是这么简单的这样过去 那罗马书也 这个问题 council of trend 这个问题在罗马书 第六章第一节也解释了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人在最终 叫恩典显多吗 因为这是对 因信称义的正确 明白之后 会产生的自然论点 那我就是可以 想干嘛干嘛 对不对 我就是 反正因信称义了 我所有的罪债都不用还 因为耶稣替我还 这个每次警察 勃勃都替我付罚单 下次就 哇继续开 对吧 怕什么 我爸是李刚 就是这个意思 我爸是警长 我爸是Sharon 他所有的罪人都是他负责的 我就下次继续开 爱多快开多快 那罗马书的贼答就是 是可以吗 好像是吗 好像是 我就可以 为了要上帝的恩典显多一点 对吧 上帝的恩典如果只赦免一点点的罪 那恩典就很少 为了要上帝显出他的恩典的浩瀚 我要多犯一点罪 才感到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大 对吧 你这不够坏 你们这几个都不够坏 上帝的恩典看不清楚 你们平常都 以前都还不错 这几个在社区里都不是大坏蛋 这农以前也不坏 张蕾 你们几个小华 你们都不是坏蛋 都没做过了 看不出上帝的恩典 那个特别坏的那个家伙 对吧 所以Consul Train就说路德 你的教导正是让人会进入这样的罪 但是路德的教导却说 No 我们是归属他的死埋葬 我们借习礼进入死 以他用埋葬 叫我们一举一动 新生的样式 所以这就是天主教到今天 没有RenounceConsul Train的答案 的问题 他们到今天其实还是不太明白 什么叫阴性诚意 他们说我们是讲阴性诚意的 可是是阴性 首先的一个头脑的韧性 他们谈的是韧性 Confession 这是Public 然后呢你要加上扇行 个works 这是天主教到今天还在教导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赎罪卷 一定要有这个其他的indulgence 一定要去follow这个教皇的Twitter 一定要去他开刚新开幕的那个教堂 去参加礼拜 他就给你多发赎罪卷 因为你信不能没有行为 他们用的是雅各书所的那个 但是其实对雅各书还是有误解 所以这个古老的问题 圣经里面最深的神学问题 到今天这三大教会没有结论 东正教 天主教跟基督教 今天谈不拢这个事情 天主教一直想要破西你 说有啦有啦 我们也讲阴性诚意啦 OK啦 回家回家 但是真正的你去跟他好好思考这个 他还是不承认 因为你看他整个体系没有改变 还是你去那里需要跟神父告解 告解完之后 有一些赎罪的这个过程 有一个payback的过程 他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 明白阴性诚意 那阴性诚意的确带来危险 我们绝对承认 但你要真正的明白信心是什么 路德内心对这个神学问题的征战 其实他后来的突破 起初并没有引起教会的注意 他跟你讲过 你不谈钱人家也不管你 这个教会多少神学家天天出新点子 这个教皇也 big deal 去谈嘛 你们神学家爱辩论去辩论 有的空间让你辩论 直到他动他的钱 才火大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教会的注意 只有他最后弄到 教皇收不到钱的时候 这个教皇突然警觉了 这个教育有问题 我们教会奉献减少 他指出他曾指出像他这样的经历 不少前人也有过 第四季的奥古斯丁 15世纪的Bohemian 这个 这个Termination Brothers 然后改教家 江hus 胡斯 就是这个hus就是goose 它的原文是goose 它是那只鹅 他是那只鹅 goose 这个hus这个词就是英文的goose 他不是英国人吗 他是德国北方的哪一个 他那个hus 他不是德国 他是哪一个国家 往波兰还是哪一个国家 他原来是那些人 hus这个词翻为英文就是goose 他们常说那只鹅 害得路德 其实路德那时候 也没好好读hus的东西 他被人家指出来说 你这个东西就是那只鹅的异端 没有 后来读了什么 好像是 好像就是那个 只可见他原来一开始 并没有注意到 有多少的神经家是认同他 那后来在这几年的挣扎 挣扎里面 他们还发现 其实不但是我看见 也有历代圣徒都看见 这很重要 真的在你解经的时候 千万不要全球只有你发现这个真理 我看见了 两千年的教会 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经文的重要 我看见了 不要了大哥 这个 就连科学界你都不能这样搞 对吧 你在科学界你发现了什么重要 都还要不断地验证 不断地验证 不断地验证 最后科学界才会慢慢接纳你的这个看法 所以神学界也是不是 你不要 不要我这个 我自己读经发现的亮光 我这个解经真的是太牛 你如果真的没有历代的圣徒一起都看见 因为他读了同一本圣经 同样受了同一位圣灵的感动 一定有别人看见 所以我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我每次解经 我会先解 然后找出圣经 词典 希腊文什么的 先弄完之后 先自己做出一些结论 然后再回去看看其他参考书 诶 加尔文跟我的想法一样 各来地 加尔文你不错 但是至少你会看到 哦 原来是大家都有相同结论 你只要好好眼睛 有前人也看到 那你心里就觉得 OK 讲起来底气比较强一点 I'm not alone 对吧 你终于发现了一个东西 是以前人的科学家也发现过 See? It makes sense 这有点晚了 但是 但是 人家已经发现完了 你才还在发现 但不论如何 你至少有一个 但所有的发明都是在 前人已有的基础上 做出一点点的突破 所有的科学发明都是这样 人家已经有很多很多理论 叠在一起 最后你有出现发现 嗯 这个解释比较对 然后再验证才发现 哦 对 你的确有一些突破 它还是在前人的累积上 你不可能完全推掉前人的东西 这是 或者是 教会历史给人解经最大的一个 可能是安慰吧 我不是自己想说 像我讲的什么 律法跟福音这些东西 都是路德的 不是我的 Honesty 律法跟福音的对立 是路德 我觉得是历史中 路德讲的最清楚的一个 把律法跟福音对立的 这个区别 他的实价 路德的实价神学是 这个 所以我不能 claim credit 我怎么有新的看法 是路德 我说路德 很多影响 还有荷兰传道人 John Wessel of Gansford 都是这几个 路德看到发现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 同样的感受 1489年 是早上四五十年 但可是当他指出 教会的一些做法 掩盖在神在基督里 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时 他这些个人生命的发现 立刻就成为神的 众人的众使之地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他1517年提出来 95条论点 反对出售赎罪卷 立刻炸锅 对吧 就是你碰钱 钱的问题 问题主要不在论点 背后的神学立场 而是他 绝了一些人 得利的门路 原来包括 教皇在内的一些 重要的圣职人员 都从出售赎罪卷中 奔得一杯羹 所以我可以跟你说 实在的教会吵架 吵最多就是 巴结米婷 任何的教会都是 有教会吵架 吵了半天 都是钱的问题 教会几乎 至少在本教会的 教会历史上 几乎没有为神学问题 吵过什么家 你只有一次 只有可能是 只有一次 但其他几乎都是 我至少我在教会长大 我在教会长大的一个小孩 教会几乎所有吵架都是 个人恩怨 谁谁谁看谁不爽 然后吵架 我不喜欢你用钱的方式 为什么每次 为什么教会的钱 都是弄到你的事工上 我们这边都分不到 这个我跟你讲 你学教会历史 你会对现代教会问题 也有点 打一点预防针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 你谈神学 牧师 你们跟长老去谈 你们谈好 再跟我们讲就好了 我们也听不懂 但是 这个钱不该这样花 这个我们懂 所以教会所有的问题 从这个历史就发现 杜德 你要去 引用奥古斯丁 来说 阿奎纳哪里错 有的谈 你要用阿奎纳 引用阿奎纳说 Dominican 有什么错 也可以 你要用 Franciscan 来谈 都可以 阿奎纳纳 大家都可以辩论 我们教会是 心胸广大的 罗马天主教 他们就是觉得 我们是心胸广大 所有神学 你都可以谈 没问题 但是碰钱 就炸了 教皇正在盖教堂 所以也让你看到 这就是 人的里头的 罪性的问题吧 可能就在这里 贪财是万二之根 贪财万二之根 或者是我们这种 肤浅 就是我们常常用的是 这种最基本的东西 在炒 而不是 没有真正的天国概念 没有真正的神学 天国圣经概念 就是 就活在一个很 叫做 哈纳阿尔登所说的 平庸的邪恶 这里头 就是 我们炒的都是这种 很肤浅 用俗的东西 活在一种 这就是事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历史事实就是 你不从历史学 你就是 就是 doom to repeat 嗯 但那种算是一种 很正常的 可能就 我们接受你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过程的关键 对 会有来种 那就是很多模式 对 我们觉得神学 你们各大神学家 去吵你们 我也听不太懂 反正就 就像你们科学家 去辩论某个理论一样 这个 最近 又有人在那边发表 什么宇宙收缩论 对吧 这个大爆炸论 又被提出质疑 也许是宇宙循环论 爆炸在收缩 收缩在爆炸 各种的算法 那我们一般人说 干我什么事 你们物理学家 去算你们的 what has this to do with me 我明天还得吃饭 还得上学 这油钱比较重要 吵架是 我这油钱 怎么又涨价了 对吧 是吵这个 谁管宇宙膨胀收缩 看我何事 这怎么今年这桶油 那么贵 教皇 天主教也是这样 你们去谈你的神学辩论 谈嘛 没问题 多写论文 OK的 动我赎罪卷 这个 这个害我建堂 建不起来 这个 这是大罪 一定要搞你 OK 所以让你感受到 这个就是人的 我为什么说 这是咱们家里的事 真的就是 我这个神学课程 这是历史课 神学就是 咱们家里的事 就是这些事 我也不怕家丑外扬 反正就是这个事 事实就是如此 你不从历史学教训呢 你就会 重复历史 所以我们 很多 可能最近很多牧师 都在聊这个问题 就是在 重要神学上 我们不要 我们要合一 但在赐料神学上 我们要 容许有人 有不同的意见 那在凡事上 学习彼此相爱 这是一个 好的一个处理问题 所以我再说 异端不要乱定 人家异端 我再强调 有四大点 是异端的 就是在 基督论 三一论 三一论上面 你不能错 在基督论上面 你不能错 在这个 圣经论上面 你不能错 你不能再加别的书 在这个 阴性诚意上面 这个你要 救恩论上面 你要 在这之外 实在不要 搞太多 定人为异端的东西 不要每个人 都是一段 跟你不合的 都是 特别是钱 有的时候 真的要学习 说 It's ok 藏地的事情 藏地会最后 做出 合理的论断 或者按它 来供应 就好 这个 不太值得花时间炒 反正就是 教会 需要运转 就要钱 炒来炒去 也就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 所以 我们不是反对 天主教建堂 也不是 我还是蛮喜欢这些 McAngelo的那个画 还是很漂亮 System 掐破上面 Nothing wrong per se 但你 这个吵架 你要知道 就是吵这个 不久教会 对路德所引起的 公愤 对吧 这就是 大家都很生气 动我的钱 看 党人财路 真的是不得好死 这种感觉 就是党人财路 这个公愤 改革之翁所做的抗拒 也由滥权问题 转向 慢慢地转向 基本的神学问题 滥权问题 是教会也吵了几百年 真的是从 从我们所说的 那个 第一任的 神圣罗马帝国 的那个国王 查理曼大帝开始 这个滥权问题 已经吵了几百年 从公元八百年 吵到 一千三 一千四 公元一千 真的是几百年的 一个问题 教皇 该换谁当 英国那时候 出了 英国一个教皇 欧洲一个教皇 大家吵来吵去 你们挺这个 还是挺那个 就是这个 权力之争 但慢慢地发现 这问题都还没有到 真正的核心 真正的核心 还是神学问题 路德是第一个 把这个教会 所有腐败的问题 直指 他神学核心问题 所以一个 真的很重要的一件 直穿心脏 那么为什么不断谈路德 因为他真的在 把几百年教会 大家想要改革 你要宗教改革 教会改革 几百年都有人在讲 这个 教皇的权力 跟皇帝的权力 跟这个 Bishop的权力 跟Priest的权力 教会该不该收那么多的税 教会的税 该不该交给政府 政府该不该跟教会 抽教堂的这个 抽税 各种的这些权力 大家都在讨论改革 改革 教会里头普败啊 这个怎么可以 没读过神学 就买一个 教职呢 他们叫做Simonie 对吧 这个 当时主教很有钱 教堂的所有附近属地 都是主教的 OK 那当然皇帝就想要 安插他的人进去 所以这一大块庄园 都是主教的钱 又不抽税 他就想要 因为主教后来 又不能生儿子 对吧 就是有也是私生子 对吧 所以 也不能安排儿子 所以 皇帝都想 安插自己的人马 在里头 所以就是买官 搞 教会里面各种问题 滥权问题 多得不得了 几百年来 自从查理曼 当皇帝之后 大家都在讨论 怎么改革教会 大家都看到 这个教会不行 这样搞下去不行 人心都有一点 哎呀 我们要改革 要改革 不合圣经 要改革 但是 找不到问题核心 隔靴烧痒 不知道改哪里 就录得这一个 彻底的瓦解 教皇所有的权利 我的诚意 不是教皇给的 我的赦罪 不是教会给的 是因为我 以信耶稣基督而来 整个的把人的救恩 变成你的良心 跟上帝的问题 教皇是辅助的 教会的责任 是辅助的心 他没有直接生你 跟养你 跟管你 跟带你进天堂的责任 这是你跟上帝的责任 教会在旁边是辅助你 叫做 叫做育婴室吧 育婴室不生你的 这是你妈的生意 所以他们把 在天主教 一直说是 mother church church is our mother 的时候 自然慢慢地就产生 教会生你 教会生你 教会养你 当然是教父 教这些神职人员 养着你 但是慢慢路德 就有一个 很微妙的一个 It's me and my conscience in God in God's word 我的良心 跟上帝的话 是我在上帝面前 要最后负责的 而不是教会 Prize 神职人员的权力 被缩减了 我不能威胁你说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不为你祷告 你到时候 下炼狱去烧个几百年 我不能威胁你 天主教还有这个 你这个要杀人 不要杀神父 免得到时候 自己炼狱蹲太久 黑帮 意大利的黑手党 都不太感动神父 就是这个原因 免得到时候 下地狱炼狱太久 但是他天天来找神父 来赦罪 来认罪 就搞这个 把这个除掉之后 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基督教里面 常常会说 It is your personal decision You have to make this decision 你在小时候 也许是可以婴儿洗 父母替你决定 但你长大 一定要有一个坚信 是I decide to follow Jesus 所以我们的寿喜歌 是当年在印度的宣教士写的 I have decided 这是教会常常唱的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I have decided 不是 对吧 这是我要跟神负责的 所以这个神学 核心神学问题 是第一次真的在这几百年 有人真正的指出来 是神学问题 是音性诚意问题 不是教会滥权问题 而是教会滥权是有原因的 神学问题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吧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讲你们再问 那个什么 音性称义 其实那个英文是说 True faith 所以是戒的性称义 主要的原因是 上帝的grace 所以是 因恩戒性称义 比较technical的一个 真正的讲法 对 那个中文诞义的时候 我们最需要参考原文 是 因为grace 然后 by grace by grace through faith 英文比较 可能稍微清楚一点 也因着性 through faith 是这个 这是以夫所书 比较清楚的一个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through faith 这个 faith是你的personal 这不是 教会的这个confession faith 天主教说 这个 faith是教会的confession faith 但是这边 我们 这是你自己的 跟上帝的关系 所以 你要自己清楚 你要 想清楚再信 就是这个 不能 乎里乎吐 跟着大家 信信信就信 是根据 是 不同的 富人 穷人 还是 不一样的 产生各种的压迫 各种的不公 一定的 寡妇的两个小钱 跟 财主的两代金币 那可能 那你对 你跟 教皇 你跟主教的关系 当然是有差别的 对吧 你这个 你带着两代金币 来建主教 跟 寡妇带一个 小铜板建主教 那个 所以这种各种的 教会权力压迫 都被这种 这个神学 错误 而产生的一个 整个衍生出来 那阴性诚意 这个东西 因为很难 所以很容易 遗失 这个很难讲清楚 所以很容易被遗忘 阴性诚意 很容易被遗失 阴性诚意 比如我们 信了 那我们都 都一样 大家都平等 对 对 对 但这个道理 像我刚才讲了半天 什么因神的义 我们得 赦免 一大堆这个道理 它因为很复杂 很难讲清楚 而且我们教会里面 要不断地讲 因为它是很容易 被遗忘的一个财产 因为其他的东西 很简单 行律法 上帝喜欢你 不行律法 上帝惩罚你 这个很简单 这谁都懂 你不需要天主教都懂 不需要读圣经都懂 乖宝宝 有糖吃 不乖的打屁股 So easy 这个大家都可以明白的 那坏孩子 怎么变好孩子呢 就多做点好事 就好了 对啊 所以这种观念 是很容易 大家都懂的 但是阴性正义 是很容易被遗失的 这个所以保罗 跟提摩泰的 这个劝告就是 I have a deposit for you 你不要掉了 这个 我在 我交给你的 这个东西 你不要掉了 你要为真道打闹 美好的仗 你要为此被招 在许多真正的 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 然后十三节 我在本丢彼拉多 所做过那美好的见证 基督秘先祖父 你要守住这命令 毫不电污 无可指责 这个 这个通通要把它守好 那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原文很多常常是一个 deposit 它是 我这个东西交给你了 提摩泰 你有个东西 你要守住 是这个保罗神学里面 很 很难守住的东西 一下就忘了 明信证义到底是什么 好像 慢慢就 牧师 牧师 那个有两方面 好像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 主耶稣替我们付了我们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可以被赦免 对 另外一方面是 主耶稣活得完完全全 满足了律法 所有的要求 祂的righteousness 转给我 accounted as ours 所以 是因我们信祂赦免我们的罪 替我们付了代价 跟祂的义 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才有 能够面对神 所以两方面 一个是 祂的righteousness 一个是 祂的赦免 对 带我们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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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absolutely 所以这些东西 真的很难 跟一个不愿意 详细读经的人解释 他如果来教会 他只是想来 有一些 反正牧师 撒点水在我身上 我干净了 就走了 想要搞一些仪式的 那就很难解释清楚 然后你要是 特别是传道人 在不读圣经 如果天图教这样 他们不读圣经的时候 你慢慢地就 很自然而然 遗失掉了这个 属灵的遗产中 最重要的 所以路德的这个 在要会历史中 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 看路德 就是他把这个 遗失的这个遗产 找回来了 就是最大的财宝 教会最大的财宝 那天主教也相信 神的恩典 是借着圣礼 对 施给我们 对 礼仪 对 可是我们基督教是相信 神的恩典 是借着上帝的话 话语施给我们的 对 所以这是 这是我们的重点 就不一样 那个圣礼 我们基督教只有两个 天主教可以 对 七个 对 所以他们用 他们的神父 只要可以施行圣礼 就可以了 他不用会好好的 解经讲道 那可是你如果在 我们基督教教会里面 当然也有人是 只要摸羊头就可以 可是基本上是 摸羊头 一定要能够把 上帝的话讲得清楚 用灵良 喂养我们的灵命 那我们在基督里面 有更多认识 更多伟生 我们在我们的信心 肺子更加strong 是这样子才可以 所以在基督教里面 那个讲台是放在中间的 因为是以上帝的话为众 一定是放中间的 那有些是放旁边的 路德有时候就给他放到旁边去 那个场台 在旁边的时候 他的重心是圣灵 这个是要小心 这是我们改教之后 最重要的 就是说路德在这个时候 还刚刚讲这个音信成义 但是他可能不仅仅就是说 光我们这个信的就成义了 还有就是说你还有这个后面就说成圣是一个 对 他都有讲 背着十字架跟随主都有讲 但最大的争议性还是在这个 你怎么可能就信的就成义 信不过只是第一步 在天主教的神学里面 信不过只是一个baby step 就是你婴儿的时候受过喜 然后长大在坚信你 这都不过只是两个step而已 当中不断在继续犯罪怎么办 谁来弥补呢 耶稣弥补你的原罪 这个是天主教的观念 你小时候的罪 耶稣婴儿的罪 耶稣都去洗了 可是后面的一大堆罪 你要弥补 告解 还有confession confession如果你的罪重大 还要去弥补 还要偿还 所以他们也有很多这种规则 就是觉得你一辈子 要行善 要不断地弥补 产生了这个 那录得了这个 一次全部付清 所有罪战 Jesus paid it all 我们很喜欢唱的歌 Jesus paid it all 全部付完了 那当然天主就觉得 喂 那付完了我还 还做啥呢 I'm done 实业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让你 我为什么 那 但路德神学进来 或者加尔文 后面都有的补充 就是你在 非十字架 因为加尔文常讲的 就是一个 非十字架的生活 Daily carry your cross 那其实这就是 基督教很核心的 每天的生活 不是为了偿还罪债 而是为了效法 我主基督的生活 那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动机 那海德堡教理问答就说 是以感恩而成活 海德堡教理问答 谈的就是 从Misery到Thanksgiving 从我在最终的挣扎 到感恩的生活 所以我为什么要效法主 就是我感恩而已 对 我爱人 不过是因为我感恩 我蒙赦免 因为我也爱人 我也赦免人 它是一个reflection 而不是一个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得赦免 我最好多做点好事 希望上帝能够 接受我这专款奉献 这边要造桥 要铺路 要给孤儿院什么的 我就希望上帝能够 收纳我的这个专款奉献 然后我死掉之前 临终前还要有一个临终礼 就是请这个神父再来一次 万一还漏掉什么 再最后最后一次的认罪 跟抹游 让我们能够平安进到天堂 所以这个天主教神学观 就让你永远活在一个 我是在负我自己的罪灾 负我自己的罪灾 那也会产生这个笑话 就是我以前也可能讲过了 一个纽约开taxi的 这个司机到了天堂 圣彼得说 啊你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 给他一个大房子 然后另外一个牧师 看到这个taxi driver 这么大的房子 他也来了 彼得说 哦来来来 你住这儿了 这个小房子 这牧师很不解 为什么开taxi 这么大的房子 那他说 彼得说 我给你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人开车的时候 大家都在祷告 你一讲道的时候 大家都在睡觉 这就是功德观 他很明显的 他干了三十比你还多 他一开车 人家就祷告 神助我 救我 救我 你一讲到人家 就睡一整片 谁的功德大 他的功德大 所以这种功德 就产生这种 这种很奇特的天主教的笑话 我以前在牧师去探访的时候 那个牧师不会开车 他也是一上车 就先寄安全带 然后祷告 双文开车 人家祷告 你的功德是大的 双文 我叫做这种功德论 一样 我要去 有报 有果 有缘 通通都是有这个因果 佛教的缘 就是一个有缘因 有缘故 我们在这 因为前世的什么 造的业 或者是念 或者是什么 产生的 最后我们这是有缘人 我们要来把这个缘给化掉 所以有化缘 要把它除掉这个缘 免得在不断的因因果里头 不断的相报 不断的相报 你要把这个因果关系给 挂钩给 decoupling 这是佛教很重要 因为所有的因果就会有报应 我的每一个跟你的行动的来往 这个缘分 产生的就是 可能是我恨你 你恨我 之类的这种各种的 最后的不断的 这业障 不断的加 所以有一个化缘就是 你给我一点 这个合上一点钱 或者 咱们的缘就 化掉了 还来了 对 但他的佛教神学概念里面 是把这个缘分给化掉的 我们以后就 decouple 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 因果的 不断的冲击 产生各种的 叫做butterfly effect 对吧 这不知道以后产生什么 孽障 这个 我们之间不断的有这个 冲击冲击冲击 这产生就是 我们最后把这个缘分给化掉 就没了 我就能够少一点 因果关系 少一点 轮回 最后能够早一点 进到这个 极乐的这个世界 灭盘 那天主教也有一点 类似这种 你知道所有的 你不读圣经 所有的宗教 慢慢就变成这种 大家都一样 都是要劝人行善 所有宗教都劝人行善 是 解决问题 连伊斯兰教也是一样 你要照这个 古大方法来遵行 要到卖家去朝圣 也要行善奉献 都有这个 然后明天要祷告 所以这个都是 所有宗教 为什么听起来 大家都说一样 就是劝人行善 田主教后来也变成这样 就是大家都行善 捐钱 行善 化缘 就是这种东西 搞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名词不一样 叫做赎罪卷 那边叫做化缘 都是以同样的一概念 把我里头的这些 罪孽产生的后果给化掉 只有路德说 音信诚意 这个是一个很震撼性的扭转 我既然付不了钱 进了天国就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功劳所带来的 我在天国就没有什么真正的 这个话语权跟骄傲权 没有办法夸口 这不是我真来的 是白白给我送我 我就一直得活在他的恩典 跟怜悯底下 永永远远在他的恩典 怜悯底下 你永远不能夸口 因为这个地是他送你的 那种亏欠感 就永远永远在你 挂在你身上 直到永恒 你都是欠主这份恩情 这个感恩就得永远活着 你知道在人间 就很怕这种人情压力 我还是最好把这个钱还掉 智能送了一块地 帮我盖房子 这多不好意思那种感觉 对吧 李正替我买了车 还是赶快换 免得会有我们会有一种这种 哎呀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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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这以后真不知道 这有什么strings attached 对吧 这个下次你来找我的时候 那可不知道怎么还你 这还是 这个地多少钱我付给你吧 这个车多少钱我还给你吧 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这个 两千 对两千 那像是上帝还给我一个这个strings attached 让我免费进天国 这千万年的人情怎么还 神情 神情怎么还 当然我们会唱诗说 主啊我永远没办法报答你 那你就是永远属于他 他就永远是你的owner 永远是他的slave 所以我们就不喜欢这个 所以老师讲人讨厌音信生意里头 有一个真正的就是我喜欢公平交易 honestly Let's do a trading What do you want I want this What do you want 我要进天堂 你要什么 我给 这是我们人最喜欢的一个方式 所以才会有这个观念叫做 我去天堂 我也不求什么荣华富贵 我也不求什么天上的冠冕 什么与主同党馆十座城 五座城 一座城 哎呀同座王不必了 我就进得去 门口看门 扫大街都行 哎呀只要进得去就好了 就是因为交易 我不想付太多的钱去做王掌权 少给一点可以吗 主啊 我这个门票费有点贵 有没有不要头等舱的 我可不可以有没有经济舱 有没有那个spirit airline 连不用带 圣灵航空 我连行李都可以不用带的 反正就是 他有一个basic fare 什么行李都不用带 我只想要费最低限的 我可以做的 那是好处的 那是好处的 其实宗教里头的这种 很自然而然的交易观 那路德就把你整个毁掉 说 No 你就是欠他一辈子 You owe him forever You owe him your life This land 天堂的所有荣耀 在基督已经给你 已经给你的 因为他所预知的人 就称他们为义 他所称他们为义 就叫他们得荣耀 已经得荣耀 而且是完成事 这是罗马说的 It's already 你已经得荣耀 已经是头等舱 你现在跟我说 你要去扫地 你有病吗 你买了头等舱票 你去扫地 你不是等 头等舱就是坐在那边 等人端茶给你的 哪有坐头等舱去端茶的 懂得要有人端茶 对吧 但是路德就把你弄成 OK 主耶稣给你买 这是头等舱票 那你欠他那种 哎呀 那感觉就来了 哎呀 这真是欠他太多 不坦了 不好意思 下次主要我服侍他 又不好意思说no了 你看 他给我买头等舱票了 不好意思 欠他人情太大 我没有什么选择 你只有多感恩 你要怎么做工呢 是你要心被恩赶 因为所有的你要多做工 产生的就是一种 那我就要多做一点 那边 我就 好像那我就赚 我让我 这是另外一个比喻 对吧 有一个人 替这个农夫付了公车票 就是那个老农夫 调着胆子上公车了 然后 胆子还不放下来 在公车上 人家说你干嘛 上车休息一下 哎呀 不好意思 人家给我买的票 已经上车了 还把放下来 那可不好意思 这个还是得自己挑 人就是这样 我还是得做点好事 来让上帝喜欢我 免得不好意思 这东西都都给他的 一切钱交托给他 这还是真不好意思 人家已经给我买天国票了 所以就是这种 但路德的神学 或者保罗圣经神学 就是这种全然恩典 Absolute grace 你只能说 老师讲personally 我为什么要当牧师 我里头有很多挣扎 我从17岁赶到神呼召 就有很多挣扎 I don't want it I don't want to be this 但主每次就是用 他的恩典跟他的爱 让你觉得 好了 好了 就好办 我这么爱你 你 好了 那主 就是这种东西 那你就是欠他一辈子 你怎么办 他每次就用钉横手 给你一看 你就 Yes Lord 你就没话讲了 每次给你看个钉横手 那这种欠这种债 真的很难还 就是 你老师每次不干应主 就给你钉横手 OK 钉横手 所以他不是要你还 他不是要你从心里面生 去爱他 就是爱他 因为你做的所有的服事 所有的都要出自于你 自己心里面的爱 不是去费 这个配你就会算 做了多少还够 可是你 老师我在做 你真的爱的时候 你就 你就不会去算了 爱是不计算的 这个挺核心的 他要的是因为爱 真的是很核心 因为我们也在讲一讲 我们要背起那个十字架 好像要对付十字架 那对付十字架 就是你要去 所以这路德神学就彻底地改变基督教的所有作风 在这一次的一无一切的这个神学里面 我没搞清楚 每天说背负十字架什么的事情 那不是这个十字架吗 不是 每天都是 不是说每天都背负十字架 实际上就是 背负十字架 背负十字架我就要做这个 做这个服事 不是要 不是要 或者我要去这个行动上按照老师的话去做 都是你重新求愿的 就是这样 两个不一样 不是交换 对 因为你本来就付不清楚 就是讲年轻话我们真的在 本来就 所以我要回你那个就是那个爱人的一个 是从爱的一个 就像我这样给孩子 不是不那么多的 做的东西 我们都不是说你最后要还我 对 大学 我跟你 对 我就说爱我 全部加在一起 我那个共养你 对 就是你能够爱我 偶尔想到我 就好了 打一个电话 对 所以这就是 爱的东西就是你知道你欠一辈子 你永远还不清 但是你就愿意为主而活 为他而活 那这个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服事都不一样 有的人 真的好好做可言就是服事神 就是这样 你宁可为耶稣做可言 也不要 乱讲道 不要来教会当 乱讲道 或者不要来唱歌 对吧 就是 是 是 太多的 我谈的就是太多的事 有的时候 你好好的做可言 有的时候是好好的做母亲 有的是好好的做生意 诚实的做生意 你们家卖的面就是好好最好的材料 之类的之类 你好好的修车 让这个社区里面 大家都有 诚实的修车工人 好好做水管工 everything 它就不是一个说有一种特地 在教会服事 穿着圣袍 那就是要做服事神 对吧 唱诗班要穿圣袍 什么都要穿圣袍 你就会觉得 这是服事神 其他的都是 世俗的工作 那我 主给你的恩赐 你在各方面 你就是要为主而活 各方面都有困难 对吧 这个 可言也是很累 李正就在开始摇头叹气 的确是 这个 伯后到哪一年才能结束呢 这种 这种痛 这是一种 很实际的 但是我们不是为主而做 这个 任何的事情 所以某种程度就不是 牧师永远不能给你压力的原因 就是 你不欠我人情 你的赦免权不在我手上 我没有权利赦免你 只有神人赦免你 神爱你 神赦免你 所以欠的任何压力 都是上帝给你的 所以摩西也是被上帝压力弄得 不得不出来 我没口才 别弄我了 主啊我在这里 你派亚伦去吧 这个就是 就是 I cannot Somebody else 就是这种感觉 但主说 No I insist It's you 这是你欠主的 就是这样 所以你才知道你的侍奉主 不是为牧师做 不是为谁做 就是为主做而已 所以 这种的改教神学 我觉得是 真正恢复基督教的核心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称为 复原宗 有的时候称为 归正宗 有的时候称为改革宗 有的时候称为 它就是一个恢复真正基督教的原知原味的东西 这才是基督教 我们跟其他宗教就不同在这里 就是这个不同 不是功德 而是感恩 所以路德呢 他很多作者 著作也听得也很好 他很多个人神学反省 然后因为真 他也出了很多争议性的作品 他是一个多产作家 95条论点所引起的神学辩论 真的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蓬勃起来 到处都产生了这个 很大的神学 启发 真的是很大的神学 因为很多人真的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个 是 罗马书的经文就在这 清清楚楚的 白纸黑字 我们以前怎么从来没注意到 就在这 所以产生了各种的 太多太多的神学书 他当代的 我刚才讲过 马兰顿 还有他的 德国另外一个重要的 在Brussels的一个神学 叫布塞尔 布塞尔 他的教会也是 一下成为当地的这个 Mega Church 好像也是五万人聚会 他有一个学生就是加尔文 布塞尔布塞尔的学生 加尔文 所以各种的 在当年就立刻的产生 整个教会的 巨大的复兴跟改变 这真的是大复兴 历史上最有名 可能最重要的也是 大复兴 把人从 这个 神父的枷锁中 给 释放出来 从教会的枷锁中 释放出来 在路德笔下留出来 千言万语 可是当代的奇花异果 奇花异草 他的作品 也成为后世研究的真品 在二世纪 还有完整的版本 已经不断地 还不断地在有人在修订 他的版本 这个是 Luders White 给你看一下 Catherine Vambora 这是他的 他的妻子 我上次也跟你讲过 他不是最漂亮的 不是修女院最漂亮的 但路德还是很爱他 是一辈子的 他的Cathy 他最好的妻子 他的酿酒 酿得特别好 就导演的修女 酿酒酿得特别好 路德很开心 跟他在一起 生了不少孩子 路德著作 产量大的惊人 他在1520年 所出版的作品 可见一斑 虽然每部作品 都有他独特的价值 但放在一起 就成为 当日 Worms 他又翻成 休慕斯 应该是 沃沫斯 查理王 所幽剧的挑战 但在1520年 出了一些 即兴的作品 路德共出版了 五本剧著 Treatness and good works 论好行为 就是说 严格来说 在基督里的信心 乃是神对悔改的罪人 唯一要求的好行为 我觉得这很有亮点 你的信心 对主的信心 信靠 顺服 爱 这个信心 是唯一的good works 是唯一的善行 别的善行 都是不在你得救的范围之内 所以他是用这个 严格来说的 如果你真要谈行善的话 就是信 这个是 这不是直路德讲 约翰也讲 约翰福音第六章 也讲过 信 猜我来的就是 做神的功 到底 到底 在哪里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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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长江 在哪儿去了 在这里 29节 28节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怎样 当行什么 才算做神的功呢 上帝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 信上帝所猜的 这就是做上帝的功 this is the good works 但他其实原文 还有另一层含义 they said to him what must we do to be doing the works of God Jesus answered them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that you believe in him whom he has sent 那这个 就是与带双观的 怎么叫做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是上帝让你信 这边可以这样翻译 是上帝在你身上工作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you want to do the work of God you can't 因为上帝的work 是让你能够相信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that you believe 你能信 是因为上帝在你身上做功 但你要反过来 也说也是可以 你要做什么上帝的功 就是相信他 信神做 就是相信他 就是好像神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信 就是相信 就是相信 所以信靠顺服 就是在这里头 就是自然而然 所以你要怎么服侍神 Believe him Believe his words 不要老怀疑他 不要老活在那个焦虑 那种 主啊 这个我 我觉得你这还是不太靠谱 我还是自己有一个备案好了 Believe him 这是很难的 这个其实是真正的善行 这是我每天的挑战都是 Believe him He will work He will make it work 然后不但如此 人唯一有靠恩典 才能产生信心的行为 因为连信心也是神所赐的 这就是论好行为的一个真正的结论 就是刚才约翰福音里面也可以看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所以信心是真正的做神的功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说 做什么都是侍奉主 就是这样 因为你信主 做什么都是感恩 他另一部更大胆的著作 叫做罗马的教宗 The Papacy of Rome 就是马教宗的 它里面暗示教皇应该被称为 The基督者Antichrist 他应该是基督的代理人 却实际上是人听不见福音 路德他很狠 他常常是不留口德 这是真的 大家对他后人的评论就是 他有的时候真的是讲话太酸了一点 太刻薄了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口大炮 就是来轰教皇的城墙 轰倒了呢 是他的好弟兄马兰顿来收拾 好了好了 路德不是这个意思啦 上帝爱你啦 路德来 到处骂人 他真的是到处骂人 他个性就是这样 火大 天天发火 他也说过 Anger is the source of my power 怒火是我生活的动力 就是这种家伙 天天生气 这个也可以骂 那个也可以骂 天天骂 然后他心里有那个平安吗 很平安 他很喜乐 骂完很喜乐 别人很痛苦 他很喜乐 当然他心中 他每天还是有很多 他有抑郁症 你会看 他也是蛮depressed 人生也是有很多痛苦 但不论如果他活下去 他常常就是来 痛责罪恶的一个人 他的确是 那在旧约里面 就是以利亚 就是这个人 以利亚没有建立什么 太多其他事工 但是就是一个 责备人的罪 从天上降火下来 把巴黎的先知烧死 这种人 那路德就有点像是以利亚 真的是 他的火 他点的火 真的就是烧遍了全欧洲 这个树林处 他的野猪 弄了天下大乱 就是他 那当年保罗也是一样 被人家说他是 the one who turns the world upside down 那个中文方式 角论天下的来了 角论天下 但英文就是 英文是 the one who turns the world upside down 你看 你试试他把天主教 整个翻过来 从人的善行 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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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上帝会饶恕我 哗了一下 上帝从中已经饶恕你 感恩 他是 整个颠覆了 所有人对基督教的 这个圣经的观念 他是一个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的一个人 所以 以前有一本书在这儿 叫翻天覆地 一史书 对 就是他的 翻天覆地 他搞得 连犹太基督徒都受不了他 这就是保罗 所以 这也是路德 所有真正认真读过保罗的人 都有一点这种倾向 我也承认我有一点 我记得当年Dora说我来这边弄得翻天覆地 turn Dora upside down I admit 的确是我 因为当你真正读到路德的一些 或者保罗的神学的核心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些东西是反 反向操作 他是反 你得弄回来 他把得救的东西放在人的手上的时候 你所有的操作就反了 你的救恩跟你所做的 你能控制的话 一切东西都反了 你就在跟上帝在交易而已 那不过是一个比交易 但你要懂的话 全部都是恩典的时候 You have nothing to trade What can you give Jesus What can you bring 地球是他造的 你神经病 你拿什么给他 你送他地球 本来是我的 你送我什么地球 我送你太阳 太阳也是我的 我银河系送给你 银河系都是我的 你拿什么给他trade 这是其实圣经很重要的一个很核心观念 What can you give 有一首诗歌很美 What can I bring to Jesus What can I bring 你行善上帝赚了多少钱 真的就是这个 你今天没说访上帝进账多少 所以教理问大爷谈了 那我为什么要行善呢 感恩为什么 那上帝为什么还要奖赏我呢 那是因为他的恩典 他是恩典加上恩典 也就是你对你所爱的儿子 或女儿所做的好事 虽然他不是因为做好事 才成为你的儿子或女儿的 可是他因为做好事 你还是在嘉奖他一点 成为一种鼓励跟奖赏 是一种恩典 以恩典为本的 天主教观念是 我们是奴隶 也许有一天 这个奴隶主人 会收纳我们成的儿子 那保罗的生意是 我们是儿子 不是奴隶 我们是儿子 是收纳 已经被收纳了 你做坏事还是儿子 只是坏儿子 但还是儿子 你做好 上帝还加倍地报答你 耶稣也讲了 谁为我在地上撇弃这一切 不在地上得百倍 天上将来来生都永生的 就是这个 还报答你 所以 所以读得 他将来有时候归正教 对 回到真正的圣经 对 原本 一开始很难 但是后来他的著作 因为被印刷书印出去 产生了整个欧洲的 全部的 全部的这个归正运动 爆炸式的这个产生 历史也有原因 大家都受够了 不然他们怎么处理 但终于有人 曾经拿出来解释清楚 这真的是教会历史上 最大的一件事了 可能从东西正教 东西教分裂之后 路德改教真的是 到今天 你知道这份 路德改教的财产 常被基督教也遗忘了 也就是任何不好好解经的教会 都会忘掉这个 这个印刑诚意的道理 太容易被丢失的一个财宝 可是就是这个归正教 然后也带中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的 文艺复兴 当然他之前 文艺复兴是归正运动的整个的 可能是根底运动 因为人人开始读原文 这个读原文运动 能产生的这个 我解经还是回原文解经 一原文解经就发现 这个问题好像教会没有处理 Erasmus 他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我读原文的借口 而读圣经 不需要教皇的核准 所以这个Renaissance 的这个运动 本一复兴是 所谓的这个文本运动 或者是 Back to original text的运动 他那时候复兴是回到 那个 阿里斯多德的这个理论 对 那个理论 人为本 不是这个意思 人为本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含义 跟今天我们说的 人为本 不是同样的东西 而是一个回到这个 人文 是以文 那个原文 原文是humanism 那humanism就是 我要看我人类历史中 所有的这些产物 文学 绘画 雕塑 而做出这个研究 那里面有 太多的这个 是被当年的欧洲给忘记的 所以他们要回去来研究 从亚里斯多德的这个 category来 重新来写 写著作 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个 Renaissance 原来本纳 我上次也研究 加了我很喜欢的 那个本纳 那 很反对 文艺复兴的这个 以 以 雅里斯多德来处理神学 那 本纳 他之前有一个人 就用雅里斯多德的方式来写 他就觉得 很不高兴 结果 他的一个 最 最得意的门生 Peter Lombardo 又回来这个 用雅里斯多德的这个 来写 第一个真正的系统神学 基督论 神论 用雅里斯多德的问题 category来处理 雅里斯多德的问题 其实是真的很好 你不得不回答 他有一个nature 本质问题 what kind what is man 他有很多很好的问题 其他有很多的这个category 他有13个category the nature 这个东西是近的 还是动的 他会问这个问题 Is this a moving object or a steady object 这是雅里斯多德的 很重要的一些category 这是会动的 是近的 这个是 这个东西是 有物质本体 或是非物质的 他会问这个问题 雅里斯多德 这个你必须回答 上帝是物质本体 还是非物质的 上帝是动的 还是不动的 他动吗 他会变吗 他会变吗 你在这问 你得回答 你看雅里斯多德 这好厉害 他这个东西 你说 希腊哲学 intro 等水溝 可是他 人家就问 那上帝是在哪个 里头呢 他是会动的 还是不动的 他那是不动的 那你怎么会动 那上帝怎么会不动 你得处理了吧 你得写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答案 会动的是什么意思 会动就是会改变 他原来在这后来不在 上帝是不是会原来在这后来不在 不会啊 他怎么会现在在这 他不能动 他根本哪去都去不了 因为他在空间之外 他还能去哪是原来他不在的地方 就上帝是不动的 他真的不动吗 他好像就有很多动作 你得处理这一大堆神学问题 上帝刚才谈的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 好像是非物质的 immaterial 但是他又好像是有material 它是实存 它并不是概念 这个东西是概念还是实存 雅里斯多也问这个问题 请问这个unicorn 这个独角兽是概念还是实存 因为你没看过unicorn 你看过犀牛 可是你没看过那个unicorn 也会骑着白马 上面还会杀出彩虹的那个 白马上面有一只脚的 这个unicorn是 是概念不是实存 所以雅里斯多也问了就很多这种问题 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东西产生的 what causes this to happen 这个是cause还是effect 上帝是cause还是effect 是因还是果 上帝如果是果就还有其他因 造成上帝的产生 所以雅里斯多的这一大堆问题 立刻产生神学 当他被翻译出来 就产生了文艺复兴的整个运动 神学家就得处理 对啊 这个我们的上帝 圣经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 他就来了 系统神学就从这里出现 所以没有雅里斯多之前的翻译之前 或者是Lambardo Peter Lamba的这个之前 是没有系统神学的 阿贵纳也是那之后 Lambardo的学生之后 阿贵纳也是那之后 但他们已经到101070年了 对啊 这个都已经13 宋朝了 宋朝也有 所以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那阿拉伯世界一直有亚里斯多德的翻译 有阿拉伯文 但欧洲人反而没有 所以欧洲被翻译到拉丁文 反正拉丁文之后 所有的学生开始读的时候 就产生了这个 我们的救恩呢 是恒定的还是会动的 他一定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这条 希腊人一直在问嘛 这条河流 这条河流到底是动的还是近的 对吧 你看到这条河好像没动 天天在这流 可是这已经不是原来那条河了 希腊人整天问这个问题 那你得回答 对吧 你的上帝是动的还是不动的 是不是今天这个上帝 明天就没了 那我的身体是动的还是不动的 是会动的 我在转变中 我所有的细胞都形成代谢死掉了 所以你一读亚里斯多德 就让你整个读圣经产生 对哦 是好问题 人家没读过圣经都问出这么好的问题 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圣经 因为都没想到这个问题 或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就说人家是魔鬼来的不要想什么的 人家真的是很好的问题 所以Bernard很讨厌这些问题 啰嗦 就是属世的问题 可是他的学生 最好的学生 Peter Lombard 就写出了最重要的 sentencia 他的这个sentence 裁决 sentencia 他原文翻成句子 其实不是句子 他得叫什么裁决 他的这个sentencia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 英文的这个人的判决 是用sentence 来用这个词 他的sentence 就是对这整个神学问题的这个裁决 这一套神学大权 一用就是 天主教就是用了几百年 到路德都还学过 路德当年读神学的时候 就读Lombard的这个sentencia 所以这就是文艺复兴 给宗教改革很重要的底蕴 他是建在这个底下 宗教改革上面才发芽出来 整个发现 我们要得多想想 因为文艺复兴让你多想想 这个事情别老是就是 奥古斯丁说的 对 我们就别吵 还是可以多想想 因为奥古斯丁没有处理到所有的问题 所以很好 我觉得这个文艺复兴 所有的连加尔文自己都说 他是一个humanist 他就是文艺复兴的学生 他就是一个 学古典教育文艺复兴的学生 他原来学法律 所以头脑好的很 一读圣经就分析的特别好 但是文艺复兴是他的根底 我今天办学就是办这个学 文艺复兴学 古典教育 就是这个 你要去读古书 因为美国已经离开了文艺复兴的运动 成了脑残运动 每天就是LGBTQ 每天就是搞各种的movement 各种的1611运动 那时那个时候 James Town第一次有黑奴来 天天就是教这些东西 他不让你好好学这个 神的历史 你的建国历史 读都读不懂 独立宣言都没读不懂 现在这些人的英文烂到这个程度 你烂到根了 美国立国根本已经烂到根了 你读不懂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上面的神学论证 我很担心 我作为牧师 基本人文基础都没有 现在学校就是教你怎么赚钱 对吧 得一个求生技巧 就是会赚钱 你学工的 学商的 学医的 学工程的 学什么的 就是你做了一个 会这个东西 会赚钱 我是会动还是会进 什么问题 回答这个有什么问题 跟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 能赚钱吗 能赚钱吗 对 因为人已经失去思考能力 而被灌输 所有的堕胎是女权 所以你反堕胎就是反女权 它是在这个基础上 女人的身体 My body My body My decision 那这个神学问题 当然很清楚就是 It's not even your body It's God's body It's not your body No.2 This baby 你自己想一想 你去拿这个 美国保护动物的 这个老鹰的蛋 你去试试看 拿它羽毛 你都得坐牢 你还拿它蛋 这边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这个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孩子 不是圣子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a stupidity is this? 你不需要 不需要读圣经 你就能够辩论清楚的 思辩能力都没有 我不需要 举出圣经 上帝是神造 生命是神造 我都可以指出来 How stupid this idea 我就based on evolution 哪一种物种 天天杀自己的孩子 能够生存下去 Are you stupid? 就是连基本思考 辩证能力 都已经失去的 一个教育制度 你只能被灌输 被洗脑 我就是以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这个来谈 有一种海豚 天天杀自己的婴孩 你看这海豚能活多久 这笨海豚 这什么鸵鸟 天天踩自己的蛋 就是这种东西 你人类这个物种 你要怎么继续下去 如果你一直容许 人自己散看自己的婴孩 对吧 我不需要圣经 我都可以指出 你的这个堕胎论的错误 如果这是人的 自由 那么你是不是 设一个律法 就把这个 这个 他的 medical medical 的right 就 拭除了 为什么是有 的正确 去杀自己的婴孩 对吧 这个是从来没有 学校从来也不会谈这个 为什么是有 的正确 去杀自己的婴孩 为什么需要有权利来教育 这不是一个human rights吗 这个人是不是被杀的 你在路边看到一个小婴孩要被杀 你会可以说我作为这个修车工人 没有权力管这个小婴孩是不是被杀 你当然有自然良心呢 这个所以 我不需要引用任何一些经文 就要能够辨证的这个能力 是今天的教育已经失去了 我们只能被灌输被洗脑 所以主要是他们从小的时候 就一直看电视 看这些 这些婆婆 都是这样子的 input 对啊 所以他的 思辨能力 很好骗啊 Black lives matter Of course Black lives matter But what does it matter What or what 赶快给钱 给那个黑人 给钱他去买大房子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this whole issue is 人家就是跟着起哄 跟着起哄 Oh we're anti-racism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What is racism You can't even define that 你跟他好好谈 没办法谈出任何东西来的时候 What is racism All white people are racist You're just racist because you're white If you deny racism That means you're a racism Oh wow If you admit racism Then you're a racist You're just racist This is a white guilt 你已经失去任何辩证能力 反正就是 灌输你一套体系 有钱人都是坏人 共产党当年 今天还在讲 美国还是这个 Filty rich people Rich跟Filty是合在一起 那是左派 左派呢 你没有任何 思辨能力的一个教育 这是今天的教育 就是会赚钱 你们每个都是赚钱高手 高等教育 赚钱高手 但是 识变能力呢 我们当牧师的天天要教这个东西 他讲到时间又那么短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教这个东西 我就想到下一代的直视长老 如果我们下一代这些学生长大 当时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玩呢 因为这个打的趋势 你看整个社会的潮流 好像都是往那 都是这个方向走啊 你又不能政治不正确 你还讲出这个大逆不到的话 就会被cancel 他们叫做social justice not criminal justice 连人证物证都不需要 反正你听说你这句话 你给我先停止观察 当然是有冲突的 free will free will 应该是拿来做行善的 可是人里头是行恶的 所以上帝设下律法 of course law always there 有人说 现在又有个新的说法 you cannot institutionalize or legalize morality 这是很奇怪的说法 听起来好像很对啊 你不能用律法来控制人道德 我们从自古以来 就是律法控制道德 你有病吗 什么时候我可以想杀人就杀人 什么时候想偷东西就偷东西 你杀婴孩合法化 他们的律 还有一块反派就是对啊 那也不会因为你 你律法了 你就不杀婴孩 那也是啦 你也不会因为你律法了 人就不谋杀别人 对吧 所以我们最好是 legalize all the murders 反正你都会做 有法没法都一样 统统撤掉 可能有很多这种东西 或者是细究 只能停留在口号 口号 它就是一个口号 那就是口号 对 那是怪数的 我几个月前去参加了一个 叫做 Inhousing的教学 首先 Inhousing的教学 它就其实来用 Language的教学 对 每天讲到头头是道的时候 整个有人提出的问题 Inhousing 你是Inhousing的所有的那个文字吧 它原来是说的 我们现在教学 不能只用英文 但是会以赫水 后来有一个印度人说 我们印度有100多公里 你又要用印度的方言 哇 你又没做 我们福建都有100多种方言 是的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用口号治国的人 现在就是实际上 任何事情都是讲的 我们上个星期去 我去又是一个来的教学 就学教 就是怎么样叫做 Inclusive Inclusive pronounce 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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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 前来他们专门这种学校的 讲到的 迷路里 还搞不清楚 其实到最后面 我觉得他们那个 Office 最威慎 听听听听 他们是最威慎 对啊 最强调那个瑞慈 对啊 是默默啊 他以前在我们州政府里面就有推识这个inclusive 就是你要讲一个做一个什么决定的时候 全部的人终终要引爆 这样的话你开会是你怕什么 你不可能找到所有人 这本来就是有阶级这样 本来就是有阶级的 上帝有上帝 下来是天使长 再来是天使 再来是人 再来是魔鬼 再来是动物 再来是石头 这个世界本来就有阶级 亚里士多德都讲过的东西 会气死 你知道我读过书这个 真的会气死 对啊 就是你在这里 你讲信仰的话就不正确 你知道什么叫做social justice 现在说的social justice定义 亚里士多德那个老师 苏格拉底统统给你推翻了 那人家问他什么是假使 他说他也说不出来 但是你们通通错了 你就是现在的满街胡言 你就读读苏格拉底好吗 求求你 你不要读耶稣 读读苏格拉底 你都知道你是蠢蛋 我气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搞古典教育 我真的会被这人气死 所以美国到底在干什么 没想到好多事情就是你不能可以说 我们比如说是这个search committee要招这个招人啊 你收了所有的application来 那要inclusive 还要感恩实体 就是说你不能说exclude woman 也不能说exclude别人的种族 原来的说意思是说我呢 based on science 或者是quality 不管那个东西 那你现在要 把这个东西 不能细究 一细究的话你首先 你不知道他是女的和男的 他名字很奇怪 那你要去搞清楚他是女的的话 你是根据名字来猜他是女的 他的pronum要唱他的pronum 就已经是laces了 已经是那个pronum 你怎么能够根据他 他可能不是女的 或者你看他比如说你笑 你认识他是女的 结果他说我不认为我是女的 对不对 他说我是男的 你就这个 最后应该我就说大家不能吭声说 真的会气死你 真的会气死 你没办过 真的没办过 你讲具体的时候 你就是说 你讲这样的具体 你别人说我是女的 不是 那我就是女的 你的小长签名了给大家的信 就是him 他下面已经写him he him 但是我现在我看了 比如说我们那边的一个教科 我们三十几个身体线 没有一个人这么写的 有的人外国人会写他是男和女 美国人都不行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我选出来的时候 我 结果选出来的时候 你没有几个人 就是他们说 有两个女的 我先不卡 他就说 你怎么知道这种女的是女的 你这个本身就是 他也是一个违反他们的一个证据 因为你去 identify他是你的 他可能不是你的 因为他 你穿的性别是你的 他说我是男的 我要认为我自己男的 我自己男的 以前人就最后说一个故事 叫做国王的心意 就是这样 就是全身赤裸的人 觉得自己是最有权 最有智慧的人 这就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 你就用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 这个进化论都可以来看 这世界本来就有阴性阳性 所有的动物都有雄性磁性 它有一个这个产生下一代的 除非有些很特种的植物 跟动物没有之外 大部分都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那你产生的就是 我们学校MSU 他们现在就说 有些要用这个 就是男女厕所 对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那人家以前 我也不认为我是男人 也不认为是女的 我也不认为我是女的 那我手术管理 那连XYClarmason 你搞不清楚是什么 你还要研究什么科研呢 不是 他不认为它是那个 你比如说你第一个中性的 很多那个transgender 他不认为它是中性的 对 他有blue way 它是blue way 被流动 所以你也不可以 所以你这个 学校这个动力 是违反了他们自己的决定 你知道我半学的动力 就是同怒火来的 So angry So stupid 所以我觉得后面就是说 这件事就是很多很糟糕的事情 现在现在越来 努力的越来越多 这是上个星期就是 在你一辈子被搞了半天 斗臭你 些人斗不死你 先斗臭你 你就很累 真的是一辈子搞你 你真的进入新文革时代 斗先斗臭你 说你是这个贴标签 大字包先搞你 然后你去证明你的清白 你去啊 你一动就是两三年 你人生差不多就毁了 就毁了 美国这个FBI搞中国教授也是这样 我就先说你是间谍 查查查查查 四年后发现你不罪 我这四年 我这人已经毁了 我的所有的research grain 通通都已经没有了 但是在政治正确 所以这种东西搞下去的时候 你的法治去哪里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美国或者是希腊古希腊 这些基本人权叫做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东西 一消失的时候 没有了 这个世界就已经毁了 前几天我们不是开会那个校长 那个定辞职 就是说他 讲的都是他那个不汇报 是他不汇报 没有报告 就是有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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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是现在他们自己 西里的教授说 汇报了 他是那个associated的汇报 那首席里面汇报的后 他汇报不是一样吗 一样吗 对啊 但是政治斗你 把你斗下来了 对就把他斗下来了 但是他肯定要老书的 肯定学校要拜书 对 拜书要赔 然后他再回来 人生真的就毁在这里 学校也毁 弄到最后 就是你自残 真的是自残 校长没暂时没事吧 校长就提前退休 提前一年 然后前两天 ASMCO说 想把整个国陆 全给炒了 你知道 昨天才有的新闻 美国去年的这个 这个叫做生产值 那个叫做 不是GDP 还是另外 它有一个Efficiency 这个是几年最低的一次 还不是per capita的 它是那个我们 就所有的这个增长值 它不是叫增长值 它是一个Efficiency的 这个Calculation Ratio 我们多少人力 产生多少的这个东西的 这个Ratio的这个 折算这个数字 是今年最低最低的 因为大家都在内耗 都在搞的 我干嘛 干事人是最倒霉的 你一干事你更倒霉 我干事是不会做错的 现在明显的一个 就是这样 你敢不敢 给学生费了 就是纽约那个教授嘛 对吧 纽约那个化学教授 给人家炒掉了 就是说他太难了 就是两个是有名 现在就是说 就看 看两个学生 知道 知道学校的这个套路的话 他就告你 就是说 随便编一个理由 你一定玩的 你一定玩我玩 所以我们需要Renaissance 我们要在Reformation之前 我要重新恢复古希腊的一些基本脑袋 我已经脑残了 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已经脑残了 已经脑残了 才150年没读古典教育 美国已经彻底脑残了 就在一百年前 就在一百年前 所有认为 美国认为的受过教育的人 都要读Botius 公元400年的Botius 现在大家连听都没听过 他是谁 Botius在听过呢 Exactly 大家都有这么多高学位的人 都在 Botius都没听过 Exactly 这个世界已经脑残了 我跟你讲 早就脑残了 我当故事真的 里头有许多的痛苦 就在这里 我就讲到时间 就45分钟 就有人开始打瞌睡了 还能讲什么 就讲几个故事 差不多该结束了 就是这种感觉 你在讲深 大家就觉得故事 太深了 太难了 不能再讲什么 有的时候觉得 在课程上面 这样聊聊 我不是 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 有可能是你自己脑残 那是怎么办呢 我礼拜天准备讲到 常常是想办法压缩到儿童程度 想办法压缩 大学导师 也想办法压到小学程度 其实在好几年前就是这样 如果是给一个分数 不管无所谓的教学的人 他的频率越高 你越严谨的 越觉得会要对得起 Science 对得起Science 你就越倒霉 为什么学生也不行 要为人民服务 不能为Science服务 现在的所有东西 都要以学生的频率为准 因为有学生 但是很多教授都抑郁了 很多教授都抑郁了 不是牧师 教授都抑郁了 真的是抑郁 大家都很depress 公司都抑郁了 大家都在抑郁了 我刚才是由一种 慢慢一种扑身心来到 要成立教授 教授工会 工会 要保护我们教授的权利 因为我们好像是 少数几个没有工会的工会 学生有工会 工作人员也有工会 现在剩下的就是 教授的工会 所以这次的话 没有人 好多教授被告 或者是被审败了 没有人被办了 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 自己 我干了 我走人 就是这样的事情 就是很多 他没办法 对很多 半古典教育人 他们的那个口号 都是在废墟中重建 rebuilt from the ruins 真的是一海飘脑残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所以你连读圣经 都只能读读故事 就变成只能这样 所以新兰长老 在讲故事里也是这个月 因为大家真的都已经 一海飘脑残 你在讲什么 没人听得懂 讲讲故事 耶稣也是如此 他来地上就是讲讲故事 真的一海飘脑残 你总从哪里开始 讲故事吧 就是天上的飞鸟 海里的鱼 这个路边的花 故事吧 怎么办 what can you do 所以人子也是很痛苦 他今天都很痛苦 如果是老师 你不想不把真正的东西 真正的东西教出去 你又觉得良心受潜责 如果你教了的话 你教了的话 你教了的话 你教了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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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祷告吧 真的 来祷告 如果我们谢谢你 我们在历史学习 也真的发现历史 仍然在现代重复 当天主教时代 他们不读书 不读圣经 就胡来 当人开始 读亚里士多德 读圣经 就重新建立一些智慧 主你怜悯我们 我们仍然活在这个 混乱的世界里面 也给我们盼望 主我们还是可以 做一些事情 来重新撒种 耕作 来希望有一天 再来发芽成长 主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 每天的生活里 也求你给我们恩典力量 真的我们谈到 每个人都很抑郁 都很郁闷 在这个社会上 一大堆的walk Ziberalism 各种的主义横行 各种口号 我们在这里要坚持 为真理而活 实在是一个 每天都得受逼迫的痛苦 祝你怜悯我们 知道我们在历史中 也不是孤单的 所有在历代要 为你而活的人 都有这样的挑战 祝你 就持我们力量 的智慧 祝你 祝你 祝你